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在换轮胎的时候 关注一下应该不难发现 很多轮胎上面都会有一个小黄点 这个小黄点代表什么呢? 其实它代表的是整个轮胎最轻的位置 就会标着一个黄点 标这个黄点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你在装轮胎的时候 我们轮毂上有一个最重的位置 就是这个气门帽的这个位置 当这个最重的位置跟最轻的位置 能够对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胎的重量就会比较平衡 这时候你装完胎再去做动平衡的时候 通常这个平衡块就不用打得太多 否则的话这里有一个重点 那里有一个轻点 这个轮胎就更加不平衡 就要打更多的平衡块 那除了黄点是最常见的以外呢? 轮毂上面的橙色点也是比较常见的 像这种大的SUV轮毂很多都会有个橙色点 它其实就是告诉你轮毂最重的地方 是在这个位置 那因为这种SUV轮毂它本身就很重 所以它标一个橙色点这个地方 比起这个气门嘴的地方 其实要更加的重 所以你看这个轮胎工人在安装的时候 就用黄点对着橙点来安装就可以了 但是这条胎呢 我们还看到它会有红点和绿点 红点呢在业界通常是指这个轮胎震动最大的一个位置 这个其实是个工艺的标注 问题不大 如果问题很大的话 这个轮胎就不能出厂了 绿点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每个厂家绿点标的意思不一样 但最常见的黄点是业界通用的 橙色点也是业界通用的 如果你有黄点没有橙色点 那安装的时候就对着气门嘴来安装 很多外面的轮胎店它不会给你留意这些细节 所以作为车主你要懂这个小常识 当你换台的时候 你要提醒向小工按照你的要求去安装 就不会打到很多平衡块在上面了